第一是關於有十二位香港居民被拘留在內地 我希望大家要認清楚這件事件的本質 這件事件的本質是有十二位香港居民 涉嫌非法入境內地 犯了內地的偷越國境或偷越邊境罪 所以被內地執法機構拘留 所以顯而易見這個案件是屬於內地司法管轄區的範圍 所以由內地機關依法 當然是依內地法來處理是非常恰當 也不應該有另一個方法 正如如果在香港發生的罪行 我們也是堅持由香港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來處理 如果我們再客觀深究 為什麼這十二人會以不合法的途徑離開香港 事件的本質就應該更加清楚 我簡單複述 我們已經公佈了資料 在這十二人裏面 只有一個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當然也有違反其他刑事罪行 包括無牌管有彈藥 現在是保釋後查的 另外一個人是涉嫌製造或藏有爆炸品 但是我們未有拘捕他 他已經是見了 所以現在是被警方通緝的 最後那十位人是涉嫌 是一系列嚴重的刑事罪行 包括製造和管有爆炸品 中火、暴力事件、商人、襲警 他們都是保釋後查 所謂港緊的十二名人士 都在應該後查或後審期間 潛逃離開香港 現在全部都應該被警方通緝 所以離港出走的原因 看來就是逃避法律的責任 我為什麼要說事件的本質呢 因為是要以政視聽 因為有一些本地或者外國的人士 都嘗試去轉移視線 形容是一些民主的人士受到鎮壓 諸如此類 亦都是有意無意 描繪到好像十二人都跟國安法有關 我剛才說了 只有一名人士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剛才你問到有些看似你認為有分別 我在這裡可以很斬釘截鐵說 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一時同日 特區政府在處理跨境的犯罪原則 都是一致的 包括以下幾樣原則 第一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他進入了另一個司法管轄區 犯了當地的法律 當然要受到當地的執法機構的調查 以及受到當地的法律的制裁 第二 就是每一個司法管轄區 香港本身是一個司法管轄區 我們都是按著法律來處理一些違法行為 這是公認的基本法律的原則 所以互相尊重 無論在國際上 或者在我們跨境的處理犯罪案件 都是應該獲得正視和重視的 第三 就是任何香港人在境外涉嫌違法 無論他的背景 是什麼呢 特區政府都會按著實際情況 在尊重當地的司法制度的原則之下 為這些香港居民提供可行的協助 是不會有雙重的標準 但是我們看到可能社會上 某些人士對於這兩批人士 可能是有雙重的標準 對於十二位人士 特區政府提供了的協助 我們已經在昨天的一些公佈裡面 說得清楚 我在這裡可以說 特區政府一如既往會繼續積極地跟進這件事 留意事態的發展 和按需透過我們的入境處 和我們的駐月辦提供所需的協助 但對於佈存另外的五位 事實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對於佈存 即是報導 轉述 說有五位香港人士潛逃台灣 現在是沒有資料 也沒有收到家屬求助 也沒有收到台灣的信息 這有別於內地 內地和香港是在2018年 當時我見證簽訂了一個通報機制 在某些情況下受到強制拘留 是需要通報給特區政府的 但是我們沒有收到任何例子台灣的信息 警方已經是向台灣查詢 但是到今天為止 因為查詢也應該是昨天才進行的 今天為止我們沒有收到台灣方面的任何回覆 作為特區政府的首長 我的工作都是按照法律 按照原則 按照維護香港人的利益來做 所以並不存在 我們有不同的立場 到整齊了 首先了 我們有很多你 養個月的路 我們有很多人 這麽不足的地方 這麼久事 像是由那 這裡 感谢观看